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新一家会计 这一期主要是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晋升的这个话题 但是因为我本人最高的Mable 也就只是做到Senior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澳洲 所以说我下面谈的这些可能 更多的只适用于D Level Staff 对于你怎么想从Senior上乘经理的话 我是没有任何经验的 而且我自己也做得不好 所以可能仅仅是适用于比较D Level的人吧 那么就像从A1 或者是从Staff开始说起 一般的话 不论是经理还是Senior 对A1的期望值都不会很高 所以说如果你是学会计的话 你是非常容易做出超出一期的事情来的 可以从下面这么几个方面来表现 比方说也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你要给别人一种非常积极向上的态度 比方说具体表现的话 你可以主动和Senior去联系 然后在任务开始之前 就是任务在找 就是一个项目开始之前 你先问一下Senior有什么分工 然后你先跟Senior过通一下对自己的 expectation 期望的是什么 然后拿到分分之后 分明你的地稿 你先提前的把去年的地稿看一遍 然后你有什么不同的问题 你要及时的去问Senior 你就是千万不要把你的问题全都hold在自己手里 然后结果发现做错了 或者说来不及了 然后这样就得不偿失了 那你问问题的时候 你最好先自己做一些research 比如说最不及了 你可以去谷歌一下 或者去百度一下 然后你可以查查诊责 然后查查内部的一些规定 什么的 然后你把你的问题给 而且就是把你的问题稍微总结一下 一起去问Senior 然后说到这个总结 这个总结的英语 我以前可能我换错了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说 summarize question 但我听到另外听到一个别的assist 一个assist manager说 这个A1说的时候是 accumulate 就是Can you accumulate your question 当时那个A1也是有什么问题就问 有什么问题就问 可能最后也把那个AM给稳翻了 然后AM是用accumulate 来表达这个总结这个问题的这么一个意思 这有点扯远了 然后再回到这个A1 或者说staff怎么表现的问题上 那么这个你还需要做到就是 你给客户的这个邮件 有那个用语一定要正式 就不能太cold化 不能没头没尾的 就是但是也不用特别 就是说什么尊敬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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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直接说什么找不着你好等等之类的 然后结尾说谢谢或者非常感谢 然后你交给simir东西之前 你只好自己要先读一点 先check一遍 有没有这种公式上的错误 或者是你在这个地方的breakdown 能不能跟你的这个lead对起来 然后破点符号有没有错误等等等等的 然后呢就是说你在日常工作当中 你要最好是能触碰跟你的simir 或者你的上司也汇报一下你当天的这种进度 让这个你的simir心里面有数 我之前的一个manager跟我讲过 就是说最好是能做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让你的simir 就是当你的simir被这个经理问到这个项目的进度的时候 他不需要再去问你现在是什么进度 他就可以直接回复完一点的这种程度 但是这个可能要求有点高啊 但反正意思就是说是 你要让你的simir知道你自己在做些什么 就不要让他觉得心里很没底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就是你还可能会遇到一些就是问题 是simir讲不明白的 这个可能跟simir的水平或者是比达能力有关 然后呢你可以尽量自己总结出一些 比如说清晰的12345 然后这几个步骤 然后跟你的simir确认一下 然后避免 然后并且把你在执行这12345的过程当中 遇到的一些新的问题 再去跟simir说 然后就是避免 就是因为有的simir就是说 可能他态度不好 或者说是这个情况比较积极 他们就会说一两句 就是说这问题我之前不是讲过吗 为什么你还错 但实际上其实你错的已经是一个新发生的问题 而不是他之前讲过的 所以说总而一个就是沟通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项 那所以除了上面说的一点之外呢 然后如果你是个staff的话 你还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哪些精力比较有环权 或者通俗点说就是 在pare面前比较红 比较投了当喜欢 然后去帮他的大腿 然后这样的话 正去做他们的项目 因为如果他们有很强的话语权的话 他们在最后的小黑会上 就是run table run table 或小黑会的意思就是说是 我们每年会进行一次这种 对每个staff进行打分 从五分到一分 五分是最高 然后一分 可能没一分 可能打分的时候 就会两人被劝退的这种危险 然后这个run table 和小黑会上 就是对每个人进行打分 他们会在小黑会上比较有话语权 就会会停你 然后对你将来那种晋升会比较有帮助 然后或者你还可以观察一下哪些项目的 这个signer经常会升级 就比方说 基本上你可以确定这个项目 从一时数据来看 只要带来这个项目 带来的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成立这个项目的FSC 你基本上 到年龄可能就会提升你的危机 那你就争取做这样的项目 然后这个是主要是针对A1 或者说staff想到的几点 嗯 然后是呢 就比较这个摘扭了一些 然后关于这个情商 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宽泛的一个话题 然后对情商没有不太一样的定义 然后我个人也的话 这个情商就是 通常说就是招别人喜欢 然后 当然每个人都喜欢不同的人了 所以说这个也没有办法说 但是我觉得最不济的话 就是你在招别人烦 然后 这就是最不济的话 你不用招所有人的烦 这个 嗯 这个比较基础的话 就是我觉得你需要控制好你的情绪 嗯 就是招人烦的话 你尽量能不说 尽量别说 嗯 就比方说 你有时候可能会 你在用别人工作的时候呢 嗯 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这个工作是公司的 而不是你自己的 就你可以给别人指出这个问题 就是别人犯的错误 但是你没有必要朝别人 宣泄你的这种不浓的情绪 然后呢 呃 你作为一个 就是你作为这个 官大宝的时候 那么你作为一个下属的时候呢 你可以提出你自己的这种困难 然后或者说是提出你自己的理解 但最后领导说啥 就去做啥 因为毕竟不是这个这个 是你领导担责任 而不是你去干这个责任 所以说 嗯 嗯 虽然他明白有哪些困难 但是 人道负草你还是干 人道负草你还是去做呀 人道负草你还是去做呀 人道负草去顶造 这是 这个这个我理解的 对情商中最低的这么一种 呃 这个这个这个理解吧 然后关于这个technical 就是这个技术 我觉得多少还是应该看一看 这些常用的准则 然后你不能有什么事儿 就总问经理 或者你总去问一些非常肤浅的问题 嗯 然后 但是可能 呃 不做审计的可能会觉得很尽量 就是 难道我们做审计的不都看 难道 就不看会议或者是审计 难道不看会议的 其实 是 就 我之前那期也讲过 就是 嗯 可能有什么 即便当vendor 他也不一定非常会懂一些快速处理 就是 就是 你实际上是一套非常晚上的这么一个体系 体系吧 就是你作为 这个 这个 这一条 这条 食物量的任何一段 你 你 即便任何一个 一个环节 预料不懂的问题 或者你处理不了问题 你都是可以通过你的上一集 或者说是 其他环节的人都要答案的 所以说呢 啊 你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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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 食物量里面 不停 一点点的往上走的话 其实你的 并不需要有 technical有多么的好 可能更多的是 但是 能 有 执行力 就是把上面交易的任务完成了 就可以 但是 你 至于 你需不需要有完成 但是至于你自身 去 具不具备 需要有 完成这条任务的所有能力的话 这个其实是不一定的 但是呢 刚才上面说这么多 或者 我感觉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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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 还是 就是 需要 用 但是这个又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到 只能看这个是否生在帝王渣 但是如果你有这种客户资源 或者潜在的客户资源的话 至少是在观点的时候 你能用你还是一定要用 因为我感觉可能人生改变命令的点 可能就可能不会很多 所以说如果有关系的话 最好还是在观点的时候还是用一下 然后如果像我这样的凭亏感性来说的话 那么我觉得去晋升 最重要的还是在上面有点某条例 就是要和你senior上了under的时候 你的这个上面manager的条例 或者你的senior manager 或者你跟哪个par 最好还是跟您的哪个par的关系比较好 然后他可以去听 当然关系好意思就是 你必须好他喜欢 然后我觉得 为了打扰这个有人听你的这个点的话 我觉得你最后还是应该会有一些收上 因为再怎么说 人都是一个感情的动物 都是会喜欢提拔自己比较亲近的人 然后工作上大人不一定非常需要做的那么那么好 但是至少也得说得过去 然后而且就有的时候工作做的好 你不一定看你怎么定义这个好 我感觉更重要的可能还是你在跟上面的 就跟你领导的这种风格的搭 就比方说有的par 比较有的par 他会做事比较细的 那么就不要这种粗线条路去 倒退那些地方 那有的par可能会 我记得 我忘了这个是 应该是很早以前我听了十一 还是咱俩看到了这么一个比喻 你听说如果要这个par 这个工作可能需要一个生线索 那你就不要两天的时候就给他 因为这样可能就是会让他觉得 你没有就是面分地去做这个工作 或者你又没有发现了 就是经营的本分去发现所有应该发现的问题 等等之类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烤馒头 烤馆头 加班 但就忘了说 以这个所谓唯一的这个仅升资本的话 我觉得 别的不管说 至少可以开点叶生 你讲究是走一条非常非常累的 这么一条道路 非常非常累的这种道路 因为你可能20岁 对我来讲 就如果20岁的时候可能还是 能去偏一品 但是你过30岁之后 就会明显的感觉 这种加班熬夜是一种非常有感性 可能从你这种 不知道是哪啊 就可能是脑水铁啊 还是什么什么 哪些地方 剩上线啊 这种 器官分泌 不知道是什么的 这种化学元素 就会让你非常 从内心里开始抵触这种 这种 这种 加班 而且就是 无论什么活 也不可能干到百分之百的完美的 即便你24小时不睡觉 然后你却想把这个 低调做得非常非常完美 但是我觉得 只要别人想挑 这种 错的话 总是会有的 所以说 他们总是会给你提出一些 改进的一些富有建设相当中的意见 然后就安定 也就是下次努力 所以说 当然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那今天就跟大家再讲到这个地方吧